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作为长子 一直背负着与父母务农谋生的重担 厌倦了劳作之后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二十岁时 他决定在秉承古老传统的当内自出家为僧 他的师父是龙婆马 一位圣物都造师 也是一位著名的密宗修行者 完成初步休息后 他便前往东西寺 并在那里度过了九年时光 远近闻名的龙婆阿普首先发现了魅南平 在老窝 柬埔寨 缅甸朝圣时 龙婆阿普曾拜访高棉灵性导师 了解魅南平的魅力 学会了这种奇特的咒语后 他将其带回了桑塞斯 在朝圣途中 龙婆阿普同图经国的修行者那里学习了一些独特的法门 最后他来到了王朝朝圣四 在那里修行了两年 直到1965年结束 最终 他又回到了桑塞斯 于2012年8月25日元祭 享年90岁 魅南平是一位完全不同的天神 他有着非常怪异的起源 相传数百年前 在一个贫困又偏僻的村子里 一位孕妇因难产而导致大出血 不幸允命 临终前 他对天发誓 衷心希望再也不要有人承受此等痛苦 愿所有人类都能得到帮助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这一善愿感动了上天 并为他积累了很多善业 于是上天满足了他的愿望 将他提拔为女神 去帮助那些未有求于他的人们 这就是魅南平的由来 魅南平的形象通常以头戴 龙神那家的头是皇冠 双手合十祈祷 胎儿的双腿伸出下体的孕妇形象出现 对于那些不了解其生平故事的人来说 这样的形象可能看起来十分可怖 有一天 当龙婆UP在森林中打坐时 魅南平的幻象飘到他身边 向他解释了自己是谁 以及希望龙婆UP在哪方面帮助他 并向龙婆UP传授了制作和开光魅南平佛牌的方法 这种无私的爱让他飞升为神 魅南平佛牌是由Dong Size的龙婆UP制作的 许多人都认为该佛牌已将大师的圣誉封印于其中 还有一些大师也会制作魅南平佛牌 但其中一些人的作品中可能掺杂了尸骨的成分 简言之 魅南平是一位神圣而仁慈的ZAP 大致翻译为天使 而其佛牌主要的制作者就是 Dong Size的龙婆UP 众所周知 龙婆一般不喜欢使用符咒成分 但有少数例外 只有在他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用于制作 很多人都尊崇魅南平 对他的长愿能力极其信赖 由于魅南平具有招财作用 所以许多泰国商界人士都成为他的忠实信徒 很多孕妇也喜欢佩戴其佛牌 希望他能够护佑胎儿顺产和平安 魅南平佛牌在泰国佛同府和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 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的许多善信中都备受推崇 他可以防范危险和为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支持 他可与其他佛牌一起摆放 例如古曼童或招财女神 可令其法力大增 现在让我们念诵预备祈祷文 在向任何泰国佛像或佛牌念诵咒语之前 首先念诵三遍此佛守经 Namotasa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rsha Namotasaphak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rsha Namotasaphak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rsha 要敬拜魅南平女神 请在念诵佛经后 继续念诵以下的咒语 Namotasa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rsha 九四 每天敬拜的善果会日积月累 让他法力大增 向龙婆屋莫倒 然后将白酒清涂在魅南平佛牌上进行供奉 如果您供奉着他的雕像 可将白酒抹他的嘴唇上 UKAPASA HAKNAP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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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利用符咒只能放大福主的善果 善信平时仍要小心谨慎 多行善举 才能不断获得良好的福报